所以比较低的内眼的眉毛反而是比较高的 那第二个的话,因为他为了要看这种局面的目的 但是眼皮又被遮住,所以他会下巴抬高 然后眼睛,就是头往后仰,然后下巴抬高 然后眼睛这样子,好像用力要撑这个动作去看 这也是可以帮助家长去做鉴别诊断的 那如果说这些动作都没有,反而要更小 更赶快来处理,因为表示他已经没有在用下垂的内眼 表示他已经没有在用下垂的眼睛了